以后再有什么事情 还得要你及时向哀家禀报啊 这 皇上真的 身边不能缺少像你这样的忠心耿耿 不怕给皇上纠错的人哪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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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太皇太后 奴才告退了 奴才告退 这个李玉欢哪 居然还敢回来 真把这紫禁城当城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啊 有这么随便的吗 世书姑娘 太皇太后懿旨 宣您去慈宁宫问话 这个老太婆宣武前去 一定是想杀我 我可不能这样傻乎乎地去送死 好呀 我正好 也想向她老人家请安哪 世书姑娘 你没事吧 不好 世书姑娘肚子疼 得赶紧传太医 世书姑娘 你这病 发得也太巧了吧 太皇太后刚一传照 你就病了 刘嬷嬷 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我这突然就肚子特别疼 你呀 就别在我面前 耍这些小把戏了 你可别忘了 你刚进宫的时候 不知使了多少花样 想要糊弄我呀 怎么着 今天顾忌重演 我可是不会再上你的当 你们两个听好了 今天他就是真的病了 抬 也给我抬到慈宁宫去 这 大胆 奴婢给皇上请安 皇上急下 传太医 这 刘嬷嬷 你的胆子很大呀 居然敢对世书姑娘如此无礼 弄才该死 弄才该死 是 是太皇太后 她要宣世书姑娘去慈宁宫的 请皇上恕罪呀 好了 你去回病太皇太后 就说世书姑娘病了 等她病情好转了 朕再陪着她 去给太皇太后她老人家请安 是 走 了 去 云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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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公 你怎么了 相公 别这么叫我 别这么叫我 我求求你别这么叫我 我们已经成亲了 我不叫你相公叫什么 你还应该叫我娘子呢 我的头好痛 头好痛 昨天晚上 就是一场梦 昨天晚上 就是一个梦 对不对 不对 昨晚不是梦 昨晚都是真的 我们行过礼 入过洞房 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呀 我竟然背叛了小师妹 我还有什么资格去爱她 还有什么资格去爱她 相公 你没有背叛她 是她先背叛了你 她逃了你的婚 跟着康熙走了 她带给你作为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 她现在已经是康熙的女人了 不可能再回来了 不 不会的 后妹不会骗我的 她跟康熙回宫是有苦衷的 她不可能嫁给康熙的 她不可能这么对我 相公 你醒醒吧 她不可能这么对我 你看看你背后的伤 这都是你为她才受的变形 你的伤还没有全约 你就忘了疼吗 难道你又忘了 她任由你昏迷在荒山野岭 自己自私地跟着康熙走了 去追寻她自己的爱情 根本就不顾你的感受 别说了 别说了 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别说了 别说了 你别说了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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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叫我相公 我也没办法把你当我的娘子 我的心里只有环妹 只有环妹 才也装不下吉他的人 是我不配做你的相公 你还是放不下的 就算她那么对你 你还是放不下的 是 不管她对我做什么 我都放不下她 我放不下她 我放不下她 既然你放不下她 那你为什么要接受我 为什么要跟我入洞房 你为什么要给了我希望 又让我这么绝望 你说 对不起 清诚 我真的放不下她 我对你来说 仅是一句恐渴 仅是一个行事走肉 你跟我在一起 不会幸福的 而且 我不能讲错就错 否则环妹只能去跟着康熙了 我会害了她一辈子 环妹 环妹 你高高声声只知道环妹 为什么环妹做了什么事情 你都能够包容她 那我呢 不管我怎么对你真心 你都不接受我 你都在逃避我 我已经把我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你 你却跟我说 那是一个错误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清诚 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那你杀了我吧 你杀了我吧 你杀了我 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 杀了我 你杀了我 我求求求你杀了我 我真是想不到 朱慈萱 你对我 竟然能绝情到这个地步 你还是我的那个大师兄吗 那个从小对我最关心 最温暖 最呵护我的大师兄吗 我本以为把自己嫁给你 就能永远跟你在一起 哪怕你不爱我 我不在乎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关心 照顾你一辈子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 你居然对我说 你宁愿死 你都不愿意接受我 对不起 对不起 金城 我 我薛青城 今日对天猛事 此生 我薛青城绝不再对朱慈萱有情 有违此事 有如此的 当把雪青城淹没来世的路 当天你还来不及淹没痛苦 我选择 你选择 你选择 躲在我的回忆里 祝福 我却只能眼看着眼前去乐物 当大雪青城淹没来世的路 当天你还来不及淹没痛苦 我选择 拒绝解开心里爱的痛 你却只能保留 你账 好 启禀皇上 士叔姑娘脉象很好 没有什么病啊 胡说 士叔姑娘明明很难受 怎么会没病呢 她的身体要是出了问题 你担得起吗 这 那臣 先开起一副 调养身子的药吧 这就对了 士叔姑娘 她的病很严重 明白了吗 臣明白了 臣明白了 那臣这就去煎药 别装了 都走远了 你小点声 要是被太皇太后知道了 又该找我麻烦了 你放心吧 太皇太后那边 有朕担着呢 虽然这么说 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还是有点担心 你是在担心 明珠谷的那些人吧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 你抓走了我的珠哥哥 还抓走了我爹 跟我师父们 最后 你还要砍他们的头 你这个呀 就是日有所思 也有所梦 当然 如果你爹 和你的师父们 一意孤行 坚持要光复大明的话 那最后这样的结局 是在所难免的 因为到了那个时候 就算朕想放了他们 满朝的文武 和太皇太后 也不会放过他们 我明白 我以前一直认为 皇上是这天下 最大的光 可以为所欲为 可是在我进宫 大半年以后 我才发现 原来身为皇上 也有太多的身不由己 农小弟 我这次答应你回宫 不仅仅是为了 救朱哥哥的性命 我还想开诚不公地 跟你好好谈一次 你想谈什么 说实话 从小到大 我爹跟师父们都教导我 要光复大明 我们弥珠谷的孩子 都以光复大明 为一生中最大的责任 可是我始终不明白 我们为什么 一定要光复大明呢 我爹跟师父们总是说 朱明王朝才是正统 我们大明是如何如何地好 你们大清是如何如何地不好 可是自打我进宫 到现在的大半年时间 我看着你 你这个皇上 心里不仅仅有你们大清 还有全天下的老百姓 所以 这让我很矛盾 农小弟 你跟我说实话 如果我真的说服了 我爹跟师父们 放弃光复大明 你真的可以既往不就吗 那当然 这也是朕 为什么连续两次 放了朱思萱的原因 他和你爹 还有你的师父们 都是乾明各行各业中的顶尖人才 他们要是肯放弃对抗朝廷 辅佐阵 平顶三番 收复台湾 那才是真正的造福百姓 否则的话 就是年年内战 天下大乱 天下的老百姓就更苦了 你不会骗我吧 你之前跟我说 要惩处贪官 肃清立志 可是你最后还是放了 阿比奇 龙德多那些坏蛋 我还能再相信你吗 朕之前是说过 要杀阿比奇 龙德多那些贪官 但是 你得给朕时间呢 你给朕三年时间 朕一定会把他们 清除干净的 如果你还不相信我的话 那我们击掌为师 如果朕没有做到 你就取了朕这条性命 朕绝无远言 我相信你 龙小弟 不过 你也得给我时间 我觉得要舒服我爹 跟师父们 放弃官府大明 这比你朱沙 阿比奇龙德多那些坏蛋 要更难一些 朕明白 花儿 这画节朝廷 与明珠谷之间的矛盾 就全在你和朕二人了 所以 无论如何 咱们二人 一定要互相信任 互相复制 永不相依 永不相害 好 我们要 互相信任 互相扶持 永不相依 永不相害 皇上说 师叔姑娘她病了 等师叔姑娘身子好了 再来拜见太皇太后 下去吧 那能再告退 这当年 因女色勿国之事 要重蹈覆辙了吗 皇上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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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儿给您请安 外交可是受不起这大礼呀 先起吧 皇上吉相 皇上吉相 你先别生气 虽然知道您心里不痛快 所以特意赶过来 给您请安 顺便说几句心里话 你都把人接进宫里来了 连哀家都不能碰 你还有什么话 黄祖母 您知道 孙儿为什么要把 一欢给请回来 而一欢 为何又肯随朕回来吗 告诉你吧 这里一欢随你回来 她是为了自己的未婚夫 朱子萱 而不是为了你 你呀 想想你皇爷爷和皇阿玛的结果 你都不该如此糊涂 爱心觉罗的子孙 不该如此荒唐 不该如此 为所欲为呀 黄祖母 切勿伤心 孙儿不是皇阿玛 也不是皇爷爷 孙儿心里虽然爱着一欢 但是孙儿不敢忘了 自己是爱心觉罗的子孙 是大清的皇帝 孙儿绝不会放下身上的重担 为所欲为的 那你为何要接她进宫啊 黄祖母 孙儿想要劝降李定国等人 归降大清 若是能兵部血刃 就瓦解反清联盟 那岂不是为国为民的大兴使 而这一欢就是最好的突破口 只有通过一欢 朕才能了解到李定国等人 最真实的想法 朱明王朝有什么好 他们为什么要反清 也只有通过一欢 朕才能让李定国等人 知道朕最真实的想法 朕是一个怎样的皇帝 要打造一个怎样的太平盛世 哎呀皇上啊 你太一厢情愿了 你要知道这个李定国 是前名残党余孽 顽固不化的头目啊 怎么可能轻易被你感化呢 再说这李一欢 他分明是跟你假心假意 目的是要得到你的信任 皇祖母 一欢绝非你所想的那样 一欢他单纯善良 没有什么野心 他心里所关心的 不是这个天下 到底是姓朱 还是姓爱心觉罗 他心里面所关心的 是这天下百姓的疾苦 而且 他对朕的真心 朕能感受得到 还有他对朕的情意 和对朕殷气的期许 他这次随朕回来 不仅仅是为了救朱慈萱 而是为了和朕联手 劝想李定国等人 化解朱鸣联盟 对大清的仇视 皇祖母 请您相信苏儿 也相信易欢 再给我们一些时间了 哎呀 易欢又回到紫禁城 去见康熙了 嗯 这是吴三桂在宫中的 内线传来的消息 错不了 那太子跟雪庆成呢 他们也落到康熙手中了吗 内线说 只有易欢回到了永乐斋 没有雪姐姐和大师兄的消息 这就怪了 太子和雪庆成会去哪里呢 如果说庆成为情所困 悄悄走了 那还说得过去 可是太子不该就这样 悄无声息的 没有消息 他有什么行动 一定会向我们先行报告的 那会不会是 太子看易欢回宫 去找康熙了 所以也前回宫去找易欢 此事事关易欢的明节 还有太子的尊严 所以他不愿意告诉我们 这些市长 真没想到 这易欢 他居然是非不明 敌我不分 真是让人痛心哪 大师傅 易欢虽然任性 但还不至于是非不变 敌我不分 我想他不想嫁给大师兄 只是因为他心里 还放不下康熙 不能一下子 把和大师兄的兄妹之情 转变为男女之情 还有 你说 他真要是糊涂到 抛下我们这些亲友 主动回宫找康熙 那我还真不信 也许 他是有什么自己的原因呢 还能有什么原因 他本来在山庄好好的 突然间人就不见了 一定是回到紫禁城去找康熙了 他这么做 怎么对得起他死去的娘亲 怎么对得起我们这些师长 怎么对得起他自己的身份 今王 易欢从山庄回去皇宫 而太子至今下落不明 这些事情都很蹊跷 难道我们山庄内部 也有倾听的间隙 什么 除了唐医手 还有间隙 樊兄所言甚是 我们离京之后 就住在这香山泉水山庄 可是康熙 却似乎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 这说明泉水山庄也出了间隙 而且现在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 在我们没有查到间隙是谁之前 恐怕清军就会杀到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 我们还是先离开这山庄 找一出 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的安全地方 暂性躲避 没错 现在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事不离职 我们赶快撤吧 龙小弟 怎么样 太皇太后有没有为难你 为难倒是没有 只不过他老人家 这一生命运极为坎坷 虽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 但没想到今日 为朕几度落泪 朕的心里 很是难过 我能明白你的心情 其实我也一样 我不怕爹跟师父们骂我 我只怕他们难过 我爹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 从来都是只流血不流泪的 但这次为了我 气红了眼睛 甚至要拔剑自吻 我心里特别地内疚 朕知道 要不是你爹以死相逼的话 你是不会答应和朱思萱成亲的 朕你也知道 虽然你们出了紫禁城 但是你们的行踪 朕了如指掌 农小弟 你在我们那儿 是不是埋伏了奸险 华儿 这些事情朕不能告诉你 朕也不想用一番谎话来欺骗你 你就不要再问朕了 你只需要知道 朕是真心想以仁德之天下 不欲大动干戈 大行杀戮 要不然的话 朕也不会冒险去见你 而是直接派兵 把明珠谷给交了 谢谢你 龙小爹 如果你真的把我爹跟师父们全杀了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 哪怕是为了你 我也要再给明珠谷一个机会 嗯 我这次回去劝服我爹跟师父们 归顺大清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真正地化解 与你与朝廷的仇恨 我们才能真正地相守在一起 可是我心里好怕啊 怕什么 我知道这次回去劝祥他们 肯定困难重重 他们肯定不会听我的 我怕他们会把我锁起来 如果那样的话 我们两个就再也见不到了 朕的心里也是很怕 怕再也见不到你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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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不起你 我们对不起青城 像我这样的人 根本就是一个禽兽 我 不值得任何人爱 也没有资格 爱任何人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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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儿 是你